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兩個禮拜前期中考之前 我們在講混合策略 那我今天會延伸 很快的再帶過我們先前提到的 The Battle of the Sexes 兩性大戰 然後來討論混合策略究竟是怎樣的概念 它如何跟我們的直觀 以及現實生活中能夠觀察到的變數跟現象 來做結合 目前在課堂上我們已經看過至少兩個模型 或兩個故事當中會出現 或有可能出現混合策略 第一個是我們兩週前提到的網球賽 我要攻擊你要防守 我希望往你沒有守到的地方攻擊 可是你希望往我要攻擊的地方防守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很自然的發現 單純策略 Pure Strategy的均衡可能不存在 因為不管還是你或者是我 我們任何人都不希望 我的行動是可以完全被預測 完全被對方知道的 我如果永遠採用同樣的固定的模式來進攻 那麼你就知道我要攻哪裡 你就可以去守那個地方 反之亦然 你希望你的防守的策略 防守的方向 從我的角度來說是捉摸不定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講到一個重要的原則 當我們面對到這樣的情境 或者更早以前大家玩的 這個網路價格戰的這個雙戰遊戲 我們得到的一個結論是 有時候你需要保持不確定性 讓對手 讓其他人沒有辦法完全的確知 你接下來所要採取的行動 因為當對方能知道 他們就能夠破解 那 你不希望這樣 後來在這個兩性大戰的故事裡面 我們看到另外一種情境 有可能會出現混合策略 那我很快的回顧我們的故事 反正 兩個人 J跟K 那 他們晚上要約會 或者是要一起出遊 那有兩個選擇 古典的文獻裡面提到 芭蕾跟拳擊賽 Ballet and Fighting Games 但是他們失去聯繫 他們希望 晚上是可以相伴出遊 所以當兩個人 做了不同選擇的時候 他們都不開心 得到的報酬是零 他們希望是可以一起 但是在一起出去的情況之下 J跟K對於要去哪裡的偏好不一樣 如果兩個人一起去看芭蕾 J比K更開心一點 J得2 K得1 就是他們的報酬 兩個人一起去看拳擊賽 那K比J更開心一點 我們的報酬是1跟2 在這樣的情境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 很快可以想像 他存在兩個 那許均衡 是J跟K兩個人 採用單純策略 我們就知道說 如果兩個人進入一個狀態 不約而同都去芭蕾 那在這個情境底下 沒有任何人會願意偏離 在我知道 你去看芭蕾的情況之下 我不會單方面的想要改變 跑去看拳擊賽 這樣我們就不在一起了 所以 這是一個單純策略 右下角 兩個人都去看拳擊賽 是一個單純策略 但是在這個情境當中 如果我們現實發生 或者是 我們就遇到這類的狀況 你要怎麼做 你要想說 我要猜 對方 會去芭蕾還是拳擊 然後 可是我不知道 但我曉得 對方可能也會猜 我要去芭蕾還是拳擊 然後我會猜 對方怎麼想我 對方怎麼想我 怎麼想他 我們會發現 到底他跟我 我們怎麼樣 可以共通的 形成一個共同的預期 然後我們進到 左上角 一起去芭蕾 或右下角 一起去拳擊賽 這兩個均衡 然後 在現實生活中 你遇到這類的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很 很彷徨 不知所措 不知道到底該去哪裡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要去哪裡 所以我就隨便選 前面講到在網球賽的時候 我們是刻意要保持不確定性 讓別人沒有辦法判斷出來 我要做什麼 可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情境 它具有協調賽局的本質 可是當我們沒有溝通的管道的時候 我需要拆 然後 我又很難拆 我就隨便選 我們有沒有另外一個概念來刻畫這種 不知道該怎麼做 隨便選的狀況 混合策略 混合策略 可以刻畫 或者是捕捉 這樣子的狀態 或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就 兩週前的時候 我很快帶大家看過這個問題 在這個賽局當中 如果我們從直觀來想 可能兩個人會隨便 隨意的決定他們要去哪裡 那 這個混合策略的均衡 我們要怎麼找 兩週前我們講過最完整版的方法 就是 Best Response Analysis 最佳回應分析法 這種分析法永遠是以不變應萬變 最完整可以幫你全面分析一個賽局的方式 那它的基本概念很簡單 我們不再局限說一個人的決策就是要去芭蕾或去拳擊賽 我們不再局限一個人的決策是往左或往右 我們把一個人的決策擴大成是做不同的行動的一個機率分配 有些時候我們是刻意讓別人不確定我們要幹嘛 有時候我們是真的無所謂或者不知所措 所以隨便選 因此我們來思考 我來設定 假設J去芭蕾的機率是P 去拳擊賽 Fighting Game的機率是1.P K去芭蕾的機率是Q 所以反過來去拳擊賽的機率是1-Q 我們擴大人的這個策略的選擇 不再只是固定去哪裡 而是我們允許它有一點的隨機性 在哪個機率之下它會這樣做 在哪個機率之下它會那樣做 所以我們設定了這個機率 P跟Q來描述這件事情 我們真正要設的是一個完整的機率分配 可是現在J它只有兩個選擇 所以我們用一個參數P就足夠刻畫 J去芭蕾跟去拳擊賽各自會什麼機率 因為去拳擊賽的機率就是芭蕾的1-P 那個機率就等於芭蕾的1-P 如果你要做完整版的最佳回應分析法 就從J的角度出發 給定K去芭蕾的機率是Q 去拳擊賽的機率是1-Q 我們來看當這個Q等於不同的值 Q因為是一個機率的數值 所以會接在0跟1之間 當Q等於不同數值的時候 0到1之間不同數值的時候 J各自會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會發現從直觀上來說 如果我判斷K有很高的機率會去芭蕾 我希望遇到它 我希望跟它在一起 所以我當然義無反顧選擇芭蕾 所以最後我們從直觀上來想 當Q夠大超過一個門檻的時候 然後表示K很有機會去芭蕾 那麼J應該就要到芭蕾 芭蕾舞廳的這個現場去等等看 去讀讀看 所以J應該要選擇P等於1 反過來當K很高的機率去全集賽 表示Q很小 1-Q很大的時候 當Q低過一個門檻 K有極高的機會是去全集賽 這時候我身為J 我應該要到全集賽的會場 去等它去讀讀看 這個時候我要選擇去全集賽 意思就是1-P要等於1 換句話說P要等於0 但中間存在當Q不大不小的時候 Q借在那個零界值的狀態之下 對J來說我去全集賽跟我去芭蕾 對我來說是一樣好 會存在這樣子的一個零界值是這樣子 在那樣的情況之下 對J來說他到底去芭蕾還是全集賽 其實是無所謂都沒差 所以P等於0到P等於1中間 無限的可能性都是J的最佳回應 兩週前那時候我是走比較詳細的計算 但是我現在是帶大家 我們直接從直觀上來想 我們就可以發現 我這邊先畫一個圖 橫軸是P 代表的是J的機率選擇 縱軸是Q 代表的是這個K的機率選擇 然後P跟Q 因為都應該借在0跟1之間 所以所有的PQ的組合合理的 應該都要借在這個正方形中 P0到1 Q0到1 Q0到1 如果把我剛才走過的分析 翻譯出來 我們得到的結果會是什麼 我們得到的結果是Q夠大的時候 這是Q Q夠大的時候 J應該去芭蕾選擇P等於1 所以我就得到了大概是這一條的線段 反過來當Q夠小 1-Q夠大的時候 表示K很有可能去拳擊賽 J應該要去拳擊賽場等他 意思是1-P等於1 所以Q夠小的時候 假設這個臨界值是多少 我今天暫時先不特別算 但是Q大於這個臨界值P要等於1 Q小於這個臨界值P要等於0 我們就得到這一段 那麼當然這個Q如果借在不大不小的臨界值的時候 可以知道我去拳擊賽跟去巴雷 我是indifferent 再給我的期望的報酬是一樣的 所以我可以選中間任何的數值 所以黃線 這個就是我們因此得到的是J的最佳回應 同理我們可以透過直觀很快的畫出K的最佳回應 從K的角度我們要來設想 J去巴雷的不同的機率之下 我該做什麼 同理當P非常大的時候 當P大過某一個臨界值 J很高的機率去巴雷 那麼K應該要到巴雷的表演場地去等他 所以Q要等於1 所以當P夠大的時候 假設某個臨界值 當P夠大的時候 當P夠大的時候 K要去巴雷 所以一定要去巴雷的意思就是Q等於1 我們得到這一段 然後反過來當P夠小 也就是1點P夠大的時候 J很可能會去拳擊賽 那麼K應該要去拳擊賽場等他 所以Q等於0 我們得到這一段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得到了紅色的這條線 就是K的Best Response 我們先前定義了那許均衡 那許均衡是一個狀態 另外在這個狀態底下 J跟K兩個人所採取的策略 互為彼此的最佳回應 我們這裡現在的策略已經不是行動的選擇 而是對於採取不同行動的機率的選擇 所以現在J跟K的策略 我們用P跟Q來代表 得到黃線跟紅線 這兩個人的最佳回應 那麼那許均衡 是那個策略選擇互為最佳回應 應該就是黃線跟紅線的焦點 如果我們看這張圖 會發現這是黃線 這是紅線 他們有三個焦點 兩週前我們看網球賽 最佳回應之間只有一個焦點 攻守雙方都採用 絕對的都是混搭 往左跟往右 現在有三個焦點 我們來看 1 2 3 讓我把這三個焦點標好 第一個焦點 P跟Q都等於0 表示J跟K他們都選擇去全擊賽的單純策略 第二個焦點 P跟Q都等於1 表示J跟K都選擇去巴雷 這是一個單純策略 我們看到當你用 Best Response Analysis 最佳回應分析法的時候 原本單純策略 你覺得一目了然的解 透過這個方法 他仍然可以找到 表示這是一個很完整 很全面的分析方式 他還是可以幫你找到 看到那些單純策略的均衡 可是多了一個焦點 是在這裡 如果你詳細去走過背後的計算 那麼我們會看到 這裡用的數值 這裡我用P hat好了 這個臨界值是3分之2 橫線這個Q hat 3分之1 你會看到在這一點的時候 對於J來說 他有3分之2的幾率會去巴雷 3分之1的幾率會去全擊賽 然後對於K來說 Q等於3分之1 表示他有3分之1的幾率去巴雷 3分之2的幾率去全擊賽 那麼這是這個第三個 他也是一個NASH均衡 反應的就是 兩個人都保持隨機性 有可能去這 有可能去那 但是你看到他的特性 我先把3個NASH均衡都整理起來 然後 第一個NASH均衡是我剛才講的 兩個都去全擊賽 第二個 兩個都去巴雷 第三個 雙方都保持了 一點的隨機性 那麼現在我可能跟 先前我沒有講到 但是現在我簡單的說明一下 在文獻裡面 在比較數學的文獻裡面 我們是用什麼方式 來很簡單的來記錄 這個混合策略 之前沒有講到 所以我們之前 大家可能寫的時候 都要寫得長的句子 他去拿 他做什麼事情的幾率是多少 比較容常 如果我們 定義 這個幾率分配 如果 假設我可以用 假設我要用兩個數字來代表 我可能第一個數字寫的是 我去巴雷的 機率 然後第二個數字 寫的是我去 全擊賽的機率 當然這兩個數字相加 必須要是一一 否則他們 就不是一個 合理的機率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來記錄 第三個混合策略怎麼寫呢 對 J來說 他有三分之二的機率 是去巴雷 三分之一的機率 是去全擊賽 然後此外 對K來說 因為我這裡面 鬥點前面的代表的是 J的策略 鬥點後面代表是K的策略 所以一種記錄方式就是 J的策略是選一個機率分配 三分之二的機率去巴雷 三分之一的機率去全擊賽 K是反過來 三分之一的機率去巴雷 三分之二的機率是全擊賽 這是一種表達方式 然後此外 有些情況之下 在不會誤會的時候 有些書或有些文章 可能用這個方式 是三分之二B加上三分之一F 代表J的混合策略 或者是三分之一B加上三分之二F 代表K的混合策略 這裡的這個乘跟加已經不是我們 數字運算的加減乘除 這裡要表達的是 我選擇策略Ballet去巴雷的機率是三分之二 以及我選擇策略F去全擊賽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這是一種語言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更直觀讓人一目了然 知道這個混合策略的內容是什麼 就因為這個是表達方式 所以你看來會有疑惑什麼的也OK 當你在寫報告 或者是我們在寫學術論文的時候 每一篇文章 或者是每一個特殊的情境裡面 其實我需要一開始對我的讀者來定義 我在我的敘述裡面 我是用什麼樣的語言跟語法 來描述我們的混合策略 所以在實際上在學術上面 表示法這件事情 一方面有些東西是約定成書 或是你念 你找到不同的教科書 這個書在他第一次介紹混合策略的時候 他會定義他用什麼方式來表達 但是你自己寫文章 為了要確保看你文章的人都能夠充分理解 你在你的文章裡面需要清楚說明 你是用哪一種的表示法 來精準又簡要的記錄混合策略的內容是什麼 兩週前我們有講到混合策略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這個特性之前被經濟學家用來研究網球賽 研究足球、罰球來分析 從實證上來看混合策略的運用 這個特性是什麼呢 從理論的概念上 當你看到一個賽局的參與者或是一個玩家 他在搞隨機 他在混搭不同的行動 有時候這樣 有時候那樣 從數學上來說 他的意涵就是 當你有時候去芭蕾 有時候去拳擊賽的意思 就表示這兩個選項 對你是一樣好 因為我們背後 在經濟學背後 或在我們賽局分析背後 的一個隱藏的假設 是這些玩家都是理性的 理性的意思就是 他們會從他們對別人的預期出發 去計算不同的選擇 哪一個會帶給他最高的報酬 然後大家應該就會 義無反顧的去追逐報酬最高的那個行動 去做 所以你可以想像 在任何情況之下 你經過計算 你考量你的朋友 會怎麼做 經過計算 你覺得 去芭蕾會帶給你比較高的報酬 你不會混搭芭蕾跟拳擊賽 當你確定去芭蕾對你比較好的時候 你不會說我們來丟骰子 決定我今天晚上要去哪裡 不會 你就會去芭蕾了 你不會混搭 你會採取單純策略 反之 如果你確定去拳擊賽 你有非常高的機率遇到你的朋友 然後 會給你比較高的報酬 你一定會去拳擊賽 你不會去混搭 因為當你 當拳擊賽對你比較好 而你卻保留一個百分之十的機率去芭蕾的時候 那百分之十的機率不是在降低你的期望效用 期望報酬嗎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個邏輯出發 如果我們現象上看到有人是隨便 或有人是隨機選擇 或有人是有時候芭蕾有時候拳擊 那勢必這兩個選擇帶給他的報酬是一樣好 就是因為一樣好才能夠允許你在混搭了之後 不會降低你的效用 因為兩個一樣好 所以我選擇百分之九十的芭蕾 百分之十的拳擊 或百分之五十的芭蕾 百分之五十的拳擊 或百分之二十的芭蕾 百分之八十的拳擊 因為兩個都一樣好 所以我不管怎麼 用什麼樣的機率去混合他 他的平均都還是一樣 他的期望報酬都還是一樣 所以從理論 在舉理論的角度出發 人會採取這個混合的策略 混搭 必然是兩個被混進去的選項 對他來講是沒差 這是我們兩週前講到的 這個就邏輯上來說 他是攻不破的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東西要攻破 就要挑戰背後人是不是理性的 他是不是神經病之類的 但是接下來就出現了 另外一個挑戰 如果在均衡的時候 J跟K都採用混合策略 就表示在均衡的時候 從J或K的角度出發 他們都是去芭蕾還是去拳擊賽 都沒差 如果都沒差的話 如果都一樣好的話 為什麼在均衡的時候 J必須要選擇三分之二的機率去芭蕾呢 為什麼K必須要選擇三分之一的機率去芭蕾呢 如果在均衡的時候 兩個人面對到的狀態 都是兩個選項 對我都一樣好 那為什麼這個均衡 會告訴我們說 這個均衡所呈現的必須是 J一定要用特定的機率去芭蕾 K一定要用特定的另外一個三分之一的機率去芭蕾 為什麼是這樣 我不曉得大家在準備考試或之前複習的概念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混合策略很讓人混淆 是一種讓人覺得整個混在一起的策略 因為邏輯上來講 當我混合的時候 兩個選項對我一樣好 可是均衡 混合策略均衡 卻說在這個均衡之下 你必須用特定的機率去做 他必須用特定的機率去做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現象困擾了賽局理論的學者 還蠻久的 大家有很多 關於究竟什麼是混合策略 他該怎麼詮釋 這樣子的一個論辯 所以 帶著這個問題 我們接下來 我兩件事情交替講 第一個我們要來看 到底混合策略該怎麼詮釋它 混合策略的意涵是什麼 它可能沒有你一開始想像的那麼單純 因為當它很單純的時候 它不應該出現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第二個我們要解答的事情 既然均衡的時候 大家對於怎麼選都沒差 為什麼均衡必須要指定 是特定的機率分配 才是均衡 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要跟這個問題 跟這個課題結合在一起 跟這個課題結合在一起 混合策略裡面 可以唸 可以唸 J跟K的這個 P跟Q Mixing Probability 這些機率 它到底真正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第一種可能性 或者是順著我們兩週前 開始講混合策略的時候 我的敘述所隱含的意思是 這些人 大家真的是先丟骰子 然後再看骰子的結果 決定要怎麼做 意思就是 意思是說 你打網球的時候 你腦子裡面的確會先想 在設想一個P 是多少 然後來看每一球 這時候該往左還該往右 或者是J跟K 我出門的時候 我決定要去哪裡 我相當於我心裡面 在跑一個 一個亂數 Excel的亂數的 這個 程式 然後再告訴我說去哪 最早以前大家用這種方式詮釋混合策略 他很直觀 可是他面對一些問題 每個人自我反省 你做決策是這樣嗎 你打球是這樣嗎 大家會說不是 然後如果 真的我們用這個方式來詮釋混合策略 就會面對到我剛才講的問題 在均衡的時候 然後給定K有三分之一的機率去芭蕾 三分之二的機率去全集賽 對我K來說 我去兩個地方 對我都一樣好 既然都一樣好 為什麼我非要用三分之二的機率去芭蕾 不可 大家就會面對到 這種問題 所以這是 直觀 可是 可是會有些地方讓人想不透 第二種方式是什麼 大家還記得我們在講 足球罰球的時候 我是踢球員 然後我要判斷我剛才往哪踢 所以我會對 守門員怎麼做形成預期 所以守門員往左手往右手 我不知道 這個守門員他心裡可能已經知道 他要做好怎樣的預備動作 賭哪一邊往哪邊撲球 可是對我踢球的人來講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行動 所以我心裡面對他的行動 形成了一個預期 而我的預期是用一個機率分配的方式來表達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 這表示 回到 這個 兩性大戰 Battle of the Sexes 我們可以說這個Q 是K 他選擇去芭蕾的機率 但是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 這個Q 代表的是 J對於K的行為的預期 J因為跟他的夥伴失聯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知道他要去哪裡 他可能知道他正在搭車 是往芭蕾還是拳擊場的路上 因為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機率其實是 這個機率Q 其實是存在我J腦中 我必須要猜他怎麼做 那我的猜測可以用一個機率分配來概括 我猜他很有可能會去芭蕾 那意思是我心裡面 形成了一個預期 Q等於80% 1點Q等於20% 諸如此類 我這邊要講的事情是 直觀來說 我們可以看 可以把Q詮釋成K的選擇 但是會出現問題 但是我們反過來 把K的機率分配 詮釋成J的認知 我有可能認知 他就是去這裡 就是去那裡 可是當我不確定的時候 我心裡面形成了一個預期 對我J來說 K有Q的機率去芭蕾 有1-Q的機率去拳擊賽 大概是從這樣子出發 所以混合策略的存在 這個P跟Q的存在 我們可以詮釋成 反應的是對方 對我的行動的不知道 跟不確定 所以從這樣的角度 我們就可以另外思考 這個混合策略的計算 兩週前我也跟大家示範過 我們有一個速算法 速算法我們分析J所面對的決策 幫助我們解出K的混合機率 Q是多少 這個分析的邏輯是這樣的 我們已經知道這裡有一個混合策略均衡 或者是我們想要找出 有沒有這個混合策略均衡 在混的時候 我們假設在這個均衡當中 兩個人都是 有時候去芭蕾 有時候是拳擊賽 如果J是有時候去選B 有時候選F 就表示J對於芭蕾跟拳擊賽 這兩個選項 是沒差的 表示這兩個選項 他會混合 就表示這兩個選項 帶給他的期望報酬是一樣 可是J選擇這兩個選項的期望報酬 其實取決於J腦海中不自覺形成的一個認知 K有多少的機率去巴雷 多少的機率去拳擊 J當他的計算 他做不同選項 會得到的期望報酬的時候 他心裡面會需要形成一個預期 K的這個Q是多少 然後我們就發現 只有當這個Q正好等於三分之一的時候 J做這兩個選項 得到的期望報酬才會一樣 也就是說只有當Q等於三分之一的時候 J才能夠合理化 J有時候去這裡 有時候去哪裡 J混合了他可以選擇的這兩種行動 當Q大於三分之一的時候 J不應該混合 應該去巴雷 好 當Q小於三分之一的時候 J也不應該混合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了 J的彷徨 假如我可以知道他腦子想什麼 或者行動上面 我看到了J的隨機性 那麼J會有這樣的行為 勢必背後 J的心裡面對K的行為 所形成的預期 必須要滿足Q等於三分之一 才能夠合理化 J的這個隨機行動 所以這個賽局理論的學者 就繼續去挖掘去理解 混合策略該怎麼詮釋 所以第二個詮釋法 對於混合的這些機率 P跟Q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的第二個詮釋就是 Beliefs of others' action 我們有一個人的 有一個人的 無論如何 以為可以幫你 不,不,不,不… 可以吧 和我們有一個人的 那一位 可以把廣角 把廣角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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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你可以把廣角 取得到 P跟Q的意思 我們現在就專注看Q的意思好了 K的混合機率 混合的機率 第一種情況就是 Q代表的就是K 他自己的選擇 代表了K如何丟骰子 他丟的是什麼樣的骰子 但是這個對應到真實 邏輯怪怪的 第二種就是 K用來混合的這個機率 Q反應的是 他的對手J 心裡面對K 形成的預期 那麼這個預期 的這個機率值 需要不大不小 才能夠剛剛好 能夠促使或者是誘發J 是選這個也好 選那個也好 會是這樣 所以Beliefs of others' action that make your indifference between things you would do 會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麼我們把這個概念 套用在兩性大戰 跟套用在網球賽 各自來思索一下 在兩性大戰的時候 什麼時候 什麼情況之下 你會採取混合策略呢 我剛剛講了 最直觀的概念就是 你不知所措 因為我不知道對方去哪裡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該去哪裡 所以我就亂選 亂選的意思就是 沒有哪個選項對我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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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選項對我一樣好 兩個選項對我一樣好 表示我心裡面形成了 喔 對方的選擇 必須要根據某個機率 Q點三分之 就在這裡 網球賽的情況是怎樣 網球賽的情況是 我發球 然後你要防禦 我知道 我不能讓你破解 我要往哪發 所以我要故意保持隨機性 讓你猜不透 可是我心裡怎麼想的 從你的角度來看 你不知道 所以你必須要形成一個預期 認為我會用什麼機率 往左跟往右 你對我形成的這個預期 會塑造了你怎麼來回應 如果你最後的回應方式 也是忽左忽右 都有可能 那表示 你因為不知道 因為我的行動對你 帶來不確定性 你因為不知道我怎麼做 所以你勢必 心裡面對我的行動 所形成的預期 必須要滿足一個機率 比方說 我一半機會往左 一半機會往右 才能夠合理化 你也是 有可能是混合的 有識 識而左 識而右 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會看到 真實生活中 會有不同的因素 讓你我的行動 是具有不確定性 有些時候不確定性 是來自我的茫然 有的時候不確定性 是來自我刻意 要不讓你破解 我會怎麼做 還有一些時候的不確定性 是來自於資訊 可能 J跟K 假設他們是很情緒化的人 然後我跟我的朋友 或者是我跟我的情侶 約了 然後又失聯 我可能會說 我心情好的話 那我就去 對方喜歡的地方試試看 然後我心情很不好的話 就去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那個場所 試試看 當我在做決策的時候 可能取決了一些 外在的環境或訊號 這些東西是我觀察的到 我心裡知道 可是對手 對方不知道 但是我周圍 對我心情到底今天是好還是壞 可能取決了很多事情 學校的事情 工作的事情 或者是天氣 或者是我今天就身體不舒服 是取決了一些隨機的外在的東西 會影響到我 總之會有很多的事情 會讓人的行為 變得不確定 而讓其他人在判斷你的行為的時候 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你會往那裡做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混合策略的機率 P跟Q 其實可以用來詮釋 別人如何對你形成預期 別人知道你會有這個不確定性 那別人心裡面所形成的 會是你的不確定性 做這個做那個的機率 各是多少 所以從這裡出發 很多數的 比較有共識的 對於這個混合機率的詮釋 它不是每個人自己個人的選擇 K的機率Q 反映的是從J的眼睛裡面如何看K J對K的行為 會做這會做那個的認知 反過來P 是K對於J 的隨機行為 的一個認知 那麼在均衡的時候 那麼我們彼此的認知 塑造了我們彼此 都是在混搭 都是在混合的 這樣的決策 那麼最後 這樣子的這個 大家彼此的這個選擇 又符合了 這個NASH均衡的定義 互為最佳回應 所以 P跟Q 大家可能是用認知 別人這樣的角度來理解 你就不會覺得說奇怪 為什麼他非要 用P等於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不可 為什麼我非要用Q等於三分之一不可 不是這樣 是我們對彼此的認知 形成了這個東西 而正好這個東西 在這個認知之下 我們彼此的行為 又是符合這個NASH均衡的定義的 還有沒有其他的這個 這個 詮釋方式呢 對於這個Mixing Probabilities 還有一些詮釋的方法 是可以 讓我們 把理論的概念 跟實證上能夠觀察到的變數 做結合 第三個 第三個 叫做 Proportions of Players 意思是這樣子的 假如我們在教室裡面 大家分組 兩個同學 兩個同學 一組 然後假設全班一百人 我們可以分成五十組 我們就同時 有五十個 Battle of the Sexy 的賽局 在進行 如果大家都是 採用這個混合策略 大家都很茫然 不知道該怎麼選 那麼 照理說這個混合機率的P跟Q 可能應該要反映了 所有扮演K的角色的同學 裡面 有多少趴的同學 是選擇 芭蕾 多少趴的是選擇 這個 拳擊賽 所以他 如果當一個賽局 他 在不同的場合 被不同的人 進行 那麼 這個機率 或許可以捕捉到 選班 實際上 假設這賽局 每一組都只玩一次 實際上 把選芭蕾 或是選 拳擊賽 發生的比例 所以我們 從這裡出發 我們可以想像說 如果我們全班分成50組 來玩這個賽局 可能扮演J的角色的人 大概有 百分之六七十的人 實際上是選芭蕾 百分之二三十的人 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四十的人 實際上是選拳擊 諸如此類 這是比例 同樣的概念 可以運用到網球賽 其他攻防的東西 一種詮釋法 還有一種詮釋法 還有一種詮釋法 均衡的方式 用這個P跟Q的機率去玩 那麼這樣一路 玩下來 就可以看到 負責扮演J這個角色的人 他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時候 他是選擇芭蕾 三分之一的時候選擇 拳擊賽 諸如此類 所以有些人會說 這個機率也可以用來詮釋 但是不同的行動 被採取 不同的行動 發生的這個 的這個頻率 有多少 但這邊我加了一個 Maybe 為什麼 因為當你跟我 我們反覆互動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觀察過去 彼此過去的互動狀況 過去的表現 而有一些新的考量出來 我可能 可能 我已經認識你很久 我們這個賽局 已經玩了四十回合 我可能第四十一回合的時候 我不是用混合策略的這個概念 去 去思考它 我可能會根據 要過去四十期 我們怎麼互動 然後來決定 我今天該怎麼做 所以可能會有新的考量冒出來 那 所以 有的時候可以詮釋成Frequencies 有的時候不一定適合 那Proportions 這個是比較OK的 大概幾種方向 那我有收到一些同學來問 關於混合策略的現象或概念 跟我們稍早講過的優勢策略 劣勢策略之間有些什麼關係 第一個 如果任何人 你是具有優勢策略的 也就是不管別人怎麼做 某一個選項對你就是永遠比其他選項好 這樣的人他不會採取混合策略 他應該義無反顧的採取優勢策略 所以舉例來說 在囚犯的困境這樣的賽局 你我雙方都有優勢策略 就是背叛 去招供 那不會有混合策略發生 這第一種情 第二個 在有些賽局裡面 如果任何人他擁有劣勢策略 那這個劣勢策略 永遠不應該被混到 他的混合策略裡面去 因為當我會隨機的採取不同的行動 表示那些行動對我是一樣好的 而劣勢策略的意思是說 這個劣勢策略他 永遠會比我的另外其他 另外一個某個策略要來的差 不管別人怎麼做 所以永遠比別人差的這些策略 他不應該出現在任何有隨機行動的人的 這個混合策略的行動當中 我們是可以這樣來看 然後第三個我要補充的事情 是我上課給大家看的 作業給大家看的賽局 都是兩方 是對稱的賽局 那實際上也有可能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 其中一個參與者 他是採取單純策略 他固定應該怎麼做對他們比較好 然後另外有些參與者 他們是混合 有可能 所以有可能是部分的參與者 是採用pure strategy 部分是採用mixed strategy 並不一定說大家必須要同時單純 或者是同時混合 這是case by case 但是你需要抓到我們課堂上分析 背後的那個核心的精神 我們再回到我們混合策略的話題 然後給大家看一個很特別的一種拍賣形式 或一種賽局 在文獻裡面叫做all pay auctions 那中文不太有 然後我有的時候稱他為全副拍賣 但是還是講英文比較順 all pay auctions 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有N個競爭對手 大家一起來到這個拍賣會場 然後拍賣品對於每一個競標者的價值都是v 如果你不習慣用符號思考 你可以想像這個v就是100 這個拍賣品或這個獎品 對來競標的每一個人來說價值都一樣 都是等於v等於100元 然後這N個人 大家同時密封寫下自己的標金 they submit the bits simultaneously 然後跟我們多數其他的拍賣一樣 價高者得 出價最高的人他獲勝得到了這個獎品 可以把這個價值v報回家 但是很奇特的事情是 在這個all pay auctions裡面 每一個參與競標 每一個曾經投標的人 他們都要付錢 都要付自己出的價 不管你最後是贏是輸 有沒有得到這個獎品 你都必須要付錢 這個就是all pay auctions 會有人覺得這種拍賣形式很奇怪嗎 那我想要先問大家思考一下 在生活中有沒有哪些情境 他可以是拍賣場合 他也可以不是拍賣場合 有沒有哪些情境跟這個all pay auctions的故事 很像 或者是神似 反過來說 這樣的一個拍賣模型 他究竟是捕捉到了我們真實生活中 的 什麼樣的情境 在我們實際上分析之前 我們請大家先想想看 從這個 給定這一套的賽劇規則 他到底究竟能夠描述 我們生活中什麼樣的 這個情境或處境 好樂透 你想捕捉的事情是反正輸掉的人 他的錢也花了 然後多買的人 他的 中獎機率 你就會提高 這樣的意思 樂透我沒有玩過 大家可以 不同的人可以寫重複的數字嗎 還是不行 買很多張買 所以他還取決於你 你填什麼數字 數字類 有沒有其他更貼近的領域 因為剛剛講到樂透 他畢竟 畢竟中獎還是 抽籤 完全隨機產生的 當然你買得多 你可以增加你的機率 OK 所以你講的是一個競賽 然後這個競賽是沒有運氣成分的 然後是 實力最強 或者是準備最充分的人 會奪冠 會得到冠軍 然後大家準備 事前對 為這個比賽 可能需要練習 需要準備 然後 輸掉的 沒有得到冠軍的人 他準備的時候的 這個辛苦 跟投入 也沒有辦法退回來 是已經花下去的 我們來看 從這個概念延伸 很多一些情境是 我們大家是為了一個目標 可能是要搶第一名 可能是為了要升學 或者是可能為了要新技術 能夠搶先取得專利 或者是在一些商業的做法上 我們希望先發智人 但是在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之前 我們需要先做投資 他可以是金錢 可以是時間 可以是 讀書 或是練習的那種 辛苦或痛苦 大家需要先付出 努力跟投資 然後最後不管怎樣 結果好跟壞 這個投資 他沒有辦法 這個投資是 irreversible 他沒有辦法 退回來的 就算你輸掉 你也沒有辦法 退回來 那如果我們最後的這些競賽 的結果 就是完全 依照大家的投資的金額 或者是 付出的心力的多寡 來決定 付出的多的就必然獲勝的話 那 他大概就是這個 歐培歐選說 捕捉到的狀態 當然真實的情況 很多時候 不管是比賽還是考試 他還是會有隨機的成分 你付出多 可能會增加你奪冠 或是得標的幾率 可是不竟然是百分之百 所以也有 剛才前面同學講到 那個Lottery 樂透的成分 但是 這個歐培 所要捕捉的事情 是我們必須要 付出一些什麼東西 去爭取一個獎品 爭取一個結果 但是即使我們失敗了 我們所付出的 這個心力跟金錢 是沒有辦法 退回來的 所以這個歐培歐選 作為一種拍賣 這個規則 其實說起來更像是一種 預言 那這樣的模型 它會被大家應用去分析 包括運動比賽 包括學生準備升學的考試 也有人應用這樣的模型 去看廠商的研發的 R&D的這些行動跟投資 我們都希望開發某一個新的技術 然後我們都是投資做研發 可能你投資的更多 你的速度比較快 最後你就搶先 在某一個技術領域有突破 大家用你的發明 用你的規格 那雖然我事前也做了一個投資 可是我就輸掉了 那我投資的錢也回不來 也有人用Opay Auction 去分析民間對政府的賄賂行為 假設存在某一個政府 然後他可以決定政策要這樣做或那樣做 對不同的廠商有利 那廠商就是送錢 那假設這個政府他的做法就是 誰給我的這個賄賂的金額最高 我就把政策往他喜歡的方向拿去偏 那這種賄賂的行為的這種現象 也某種程度可以被這個Opay Auction所捕捉 那你可以看到在Opay Auction裡面 他的一個特性是結果完全是 投資最多出價最高的人 他能夠獲勝 這個假設其實有一點極端 所以在Opay Auction是屬於更大的 的一個脈絡的賽局 會被稱之為contest 就是競賽 在競賽這裡面還有其他的一些 更寫實的賽局 並不是出價最高或出力最多的人 必然獲勝 而是出價最高出力最多的人 他們獲勝的機率可以比較高 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那我記得這次作業裡面 不是就有一題是那個 Lobby 政府的 那個模型也是另外一種典型常見的 一個競賽的contest模型 Opay Auction是更極端的一種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Opay Auctions 我們要怎麼樣分析 為了讓故事簡化 我們就先看 假設這個賽局裡面 就只有兩個競爭者 就是你跟你的對手 然後這個獎品的價值是V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100元 第一個問題是 在這個賽局裡面 大家就是先放在腦子裡面思考 走一個思想的實驗 這個賽局它有沒有單純策略的均衡 它是否存在Pure Strategy Equilibrium 什麼叫單純策略均衡 假如我們面對到的獎品 的價值是100元 單純策略均衡 單純策略的意思就是說 我參加這個Opay Auction 我的出價永遠是50元 或者是我的出價永遠是60元 我的出價永遠是一個固定的金額 然後沒有任何隨機性 你可以把你自己投射進去 如果你在跟我玩 然後我就不小心知道了 你的出價方式就是永遠 百分之百的機率會出某一個數字 那你覺得這樣子對你來說好嗎 安全嗎 我現在用小寫的B 來代表你的出價 獎品的價值是100元 如果你採用一個策略是你的出價 比方說固定就是一個金額 比方說50元 然後又被我識破了 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我能夠事先知道你出價多少 我就可以出價比你多一點 我如果知道你出50元 我就出51 然後最後就我得標 獎品給我 我得到了100元的獎品 付了51元 我還淨賺49 可是對你來說呢 這是Opay Auction 你輸掉了這個派 你出價50 輸給了我的51 你什麼都沒得到 可是你那50仍然要付出 你可以看到這個機制 這是跟我們之前看到的拍賣不一樣 你出價輸了 你還是要付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採用單純策略 如果你採用一個策略 你100%會出某一個數字 那麼那個數字 萬一被我識破了 我就可以出價比你高一點點 然後我就可以勝過你 我獲勝 你就必輸 而且還要付出 你所喊的那個價格 滑不來 所以你會發現你參加 Opay Auction的時候 你會想要保持模糊 你會想要 You want to make yourself unpredictable 讓我沒有辦法判斷 你到底會出價多少 你可能出高 可能出低 帶有一點隨機性 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好 那你說 如果你採用單純策略 然後你的出價 小過獎品的價值 萬一被我識破 我就可以出價比你高 你說那你就不要 那你就換成說 你乾脆就直接出價100元 獎品價值是100 你就出價100 這樣子 我就沒有機會 可以用更高的價格 勝過你 我當然可以 我可以出101 我可以出105 但是我用一個高價買了 一個低價值的東西 我賠錢 所以 如果你把你的價格 拉高 好不好呢 如果你採用單純策略 然後把你的價格拉高 拉到等於獎品價值 或比獎品價值更高 如果你採用這樣的單純策略 然後被我知道了 我就曉得說 我才不要跟你這種競爭對手玩 我就不要參加這個Opay Ocean 我不要參加的方式就是我出價為零 這樣我意思嗎 如果你想要用高 如果你想要用一個出高價的方式 來嚇阻我 讓我不要跟你玩 那我就退出 可是給定我退出的情況之下 你根本就不應該要出這麼高價 你一個人出這麼高價 然後又沒有利潤 意義何在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的邏輯 就可以去排除掉 如果這個賽局有Nash均衡 在這個均衡的情況之下 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參賽者 他是用單純策略 因為只要他用單純策略 在均衡的狀況之下 別人給定他的那個單純策略 對手都可以找到功課之道 那 所以他就不會是均衡 總而言之 all pay auction 他不存在 單純策略的均衡 你身在其中 你會想要保持不確定性 然後讓價格實高實低 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幾個禮拜前 我們玩過那個商戰遊戲 網路價格戰 請大家回去想一想 網路價格戰的那種思維模式 跟我們這邊的all pay auction 是不是有 一點 相似的地方 網路價格戰 我的價格我也不希望是固定在一個數字 然後被別人知道 他就可以用更低的價格 來搶我的市場 請大家回去比較 網路價格戰跟all pay auction之間 各自有什麼差別 接下來 我們看 這個問題要 怎麼分析 先前我說過 從 John Nash 從Nash開始 他證明了 在這樣的一個賽局當中 如果我們允許 賽局參與者 採用混合策略 我們允許他去 混搭不同的價格 不同的出價 那麼 這個Nash均衡一定存在 後來我說過這個定理 這個存在性的定理被擴及到 多數你想得到 我們會遇到的賽局 他都一定存在Nash均衡 只要我們允許混合策略 那麼我的邏輯是這樣子的 剛才我們已經分析了這個賽局 他沒有單純策略的均衡 那麼在結合賽局理論裡面 那個存在性的定理 說Nash均衡一定存在 所以就表示這個賽局 他有均衡 而且在均衡的時候 大家一定是採用混合策略 大家一定是採用混合策略的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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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